milligram 再來啊 唉呀,你們怎麼過不來了呢 太可憐了吧 啊靠...啊哭啊 我...我是不是把自己困死了 呵呵呵哇我把自己困死了 哎呦白癡喔 啊以防萬一又有王八蛋會衝進來 我把這些封住 其實好像一直來的都是我們要躲避劇毒 喂他在那邊沒人到跑啦 欸欸欸欸速度變快了他們 他們速度越來越快 欸走這邊就沒有人來 靠腰啦 那邊死路啦 呵呵 這邊可以走吧 可以我就知道 我女妹的又給我玩倉庫班 啊 好打不贏我跑不起嗎 死幾個人 七手八腳的就打起來王軒 王軒開始還能制裁一段時間 但所有人圍攻他他也撐不了多久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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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最窄的王軒就這樣爬在地上了 太狂妄了吧 有種正中無來啊 你一看看一下都幾點了 又都為你打架了 哈 流那麼多血 別把地板弄髒啦 你沒有feel哦 你在做我介紹嗎 呵呵 介紹的不錯 哎呦他這個還很寫實的就是 因為他現在重傷 媽的發科咧 他現在重傷 所以 他現在走路很慢 母親年輕時後的哨片 下面算是她是漂亮的年輕女子 照片有些泛華了 至今都有十幾年了 那些被血染紅的記憶在她腦海裡 飛舞著 心裡猛的移動 站起來想去報警 說是她父親殺死母親 但這樣的衝動 在她一看照片上的母親就消失了 母親的面容似乎都原諒了她父親 但是你的想像 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幻覺 當時她已經沒有母親了 她不想再失去父親 又扑通一聲坐在床上 才能想到 一個平時在學校裡 驕傲不懸戒斑斑斑的男生 現在卻抱著母親的遺憾流起眼淚 哎呀我正要講 你媽媽會不會突然飄回來 你媽真的飄回來 好可怕哦 床邊站了一個女人 在黑暗中靜靜的助力著 白色的毛線山昌涼的擺動著 雙手像撫摸嬰兒一樣 在王軒的後腦勺上 輕輕的撫摸 所以王軒應該也是看得到的那一種吧 她跟苗兒一樣都屬於看得到阿飄的 這也是她那個時候可以看到已經去世的阿強 三百點旁上有兩行青類順著眼角流下 膜子凝住著飽滿的母親柔情 然後隔天早上起來她的傷都好了 太快了吧 怎麼可能 她幾乎不敢休息自己的眼睛 身上和腰間的傷口已經完全癒合 而且皮膚觸異常平整 連傷痕也沒有留下 媽 媽媽 不可能 不可能 昨天她都上了那樣 今天還能上學 聰哥 她怎麼好噹噹的 我他媽怎麼知道 這次王軒第一次認真聽課 雖然很認真 但老師說的內容她完全不理解 想問身邊的同桌又覺得很沒面子 超級又無奈 手裡的筆不停的抖動著 敲擊的課本發出噠噠噠的聲響 快要打燈了 你還不走嗎 平時也沒見你那麼用功啊 怎麼跟變了一個人一樣啊 有嗎 我就是突然對學習感興趣而已啊 那希望你能堅持下去吧 走了啦 明天見 哦對了 苗兒 苗兒 假期那麼常都幹了些什麼 我 我今天一些難忘 難以忘記的事情很可怕 現在回家起來都會全身顫抖 什麼事啊 方便說一下嗎 她用了洗手衣 所以瞬間恢復 她媽媽幫她用洗手衣嗎 可是她媽媽剛剛只是流眼淚耶 所以是媽媽的眼淚來鑄造的這一切嗎 還沒說話 喉嚨就哽咽了 阿強死了 我爸和我奶奶也都死了 村子裡死了很多人 怎麼回事 然後一次花了很長時間給王軒講的那些事情 王軒越聽越覺得魔骨悚然 聽完後話也不說了 我現在沒有親人了 我其實也一樣啦 沒有媽媽的 爸爸不管我 說她養成現在這樣節奧不詢的性格 沒有人會講自己節奧不詢好嗎 Nobody 那你媽呢 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牢牢記住這些場景 每當想起母親的眼淚汪汪的雙眼 我就會想到發生了一切 你的 人稱可不可以給我用好啊 我好脫好痛喔 這個作者 我覺得她這一點真的 不行 這點有待加強 而且是需要重讀 你給我重讀國文好不好 你明白發生了什麼了吧 不要告訴別人好嗎 不要告訴別人好嗎 點點頭 這是她第一次聽王軒向別人訴說自己的心事 謝謝你V妙 快回去吧 我家就在前面了 多少年來王軒已經習慣一個人 今天對苗兒說了自己心腹話 覺得輕鬆多了 那我先回去囉 啊 對了 你苗 嗯 你相信這世界上有鬼嗎 我該怎麼說才好呢 你相信嗎 嗯 我相信 因為我能看見 嗯 還記得上學期來找你那個土包子嗎 你說阿強嗎 嗯 看到他對你沒有惡意我才沒告訴你 其實 他根本就不是人 可是我一直想不明白啦 如果真的能看見鬼 那為什麼我看不到媽媽 可能他不想被你看見吧 也許吧 那我先走了 你路上也注意安全 改天再聊啊 哎真的看得見耶 看得見所有人卻看不見自己的母親 這邊現在怎樣 低著頭 能聽到他念叨的什麼 卻看不到嘴角在動 眼神直勾勾盯的前方 眼球沒有眼白 全黑的 一個小女在火堆前 他沒有影子 哎對耶 他們都沒有影子耶 火槽 我又要被追了吧 不是 你不是問題解決了嗎 姐姐 我們好冷 你有沒有吃的 沒有 去死 滾 我問你們這些傲慢的傢伙 動作跟別人要東西 有吃的嗎 啊吃的 沒有 好了好餓 我們回不了家 吃的也沒了 你們家住哪 啊這個又是怎樣 我的好孩子 回來吃飯吧 奶奶來了奶奶來了 又吃的了 我說 嘖 這個苗兒 膽子真的很大耶 他都不怕說 這些阿飄 對他有惡意什麼的耶 就直接回應 大膽的回應了 他們的要求 好吃好吃 真好吃 奶奶做的飯真好吃 有元寶蠟燭吃了 對啊 孩子啊 你們在哪啊 喝喝 你挖等等 您是在叫我嗎 剛剛聽你在說話 你是不是能看到那孩子 沒看見 是嗎 你一個人自言自語的 怪嚇人的 我的孫子 你們在哪啊 如果跟他講看得見呢 看見了 真的看見 那是我孫子 前前死的 過馬路的時候 都怪我沒看好 生子啊 你們在哪啊 感覺上是不會有太多影響 打開 什麼 有人跳的日啊 在哪 教學樓下 他就直接接到這邊了 不敢看 爺爺說晚上出生的人 是不能看見 晚上看到 是不能在晚上看到死人的 看其實我跳的長相了嗎 是誰 別過去看 很嚇人 那麼高的樓上跳下來 摔在地上 怎麼連一滴血跡都沒有 太奇怪了 也許他早就已經先死掉了呢 快叫門櫃過來看看 然後門櫃心想 靠北 你叫我衝上小啦 說不定還是高一新生的 不習慣高中的生活 這也太嚇人了吧 你們 回到那邊觀看 然後說 哇 好嚇人 好可怕哦 你們講的話 一點都沒有說服力好嗎 那人看上去有點奇怪 確實有點怪怪了 是人 是個人 只不過是個子人 是誰用指剪的啊 惡作劇而已 一個子人 而子人而已 就是把你們嚇嚇叫了 這子人做得太逼真了 這也太缺德了 開這種無聊的玩笑 是子人嗎 那我就放心了 本來學校就鬧鬼 還死人的話 以後誰敢來上學啊 還好是個子人 不然這學校 我都不敢進去帶下去了 還有一好戲看了呢 今天死人什麼樣子 怎麼卻是個死人 誰真缺德 你比較缺德吧 還好還好 嚇死我了哦 荒草蟲中 荒草蟲中 有秋蟲滴滴的鳴叫聲 我一瞧了 眼地上的子人 每天只能雙眼在凝視著自己 心裡冷不丁的抖了一下 趕緊轉過身 我一路小跑回到寝室 此時寝室以及洗燈 寝室的一樓 外面無童在寢視裡落下斑鳴的影子 搖搖晃晃 似乎有人在裡面走來走去 夜晚睡不著已成了我的心頭大病 只要思想還清晰 在黑暗裡睜著眼或閉著眼都會覺得害怕 怕看見天花板上會突然浮出一張帶血面孔 朝自己邪校 或者有隻手來在他 在頭上清晰抚摸 哦呦 他的那個字 我真的看頭好痛哦 他到底想要第一人稱還是第二人稱啊 可是越想越難以睡著了 一開始翻來覆覆器 最終還是睡著了 夢遊 第二張 他說的是他那個室友夢遊嗎 第一張叫什麼 我忘了 誰啊 大家今早來電話 阿溜 電話領你接你去接一下電話 電話吧 找誰啊 電話裡卻靜得沒有意識聲響 阿溜覺得可能是自己把人家嚇到了 請問你找誰 到底說不說我掛電話囉 此時電話裡響起了沉沉的出息聲 聲息拉了很長時間 然後聽見了聽筒裡傳來一個女子 輕弱符謀的說話聲 把我的眼睛還給我 神經病啊 鬧夠了沒有完沒完 你找李苗 喔 我這就叫他過來接電話 李苗李苗 你家人來電話了 快醒醒 黃軒媽媽來幫 苗兒打補不好嗎 應該不會吧 喔 我這就去 你們都趴睡喔 誰打電話來啦 好吵喔 大清草來電話 吵死了 我好睡我回龍覺啦 反正今天週末沒課 喂 苗兒是你嗎 柳書 是我是我 我的校園朋友等你過來再說吧 喔 這就過去 只能接不能打 只能接不能打 喔 劉蘇 好久不見 我想想我們有大概半年沒見了吧 劉蘇 欸 你是苗兒 劉蘇你不認識我啦 半年不見都快認不出 哈哈哈 欸真的是半年耶 我的天啊 然後長到越來越漂亮了 劉蘇怎麼來了 你情兒姐 讓我把這錢給你買衣服 現在天氣轉涼 在學校可別著涼 穿好點 姐精神一些 謝謝劉蘇 苗兒在學校裡還住的習慣吧 學校挺好的 那就好 先回去啦 苗兒多保重啊 劉蘇 大了遠來縣城不如住下吧 反正我爸之前在縣城買的房 我把柚子給你明天回去吧 謝謝苗兒 但家裡沒長工 還有很多活要幹啊 那我送你去車站吧 不用你還要上課呢 沒事今天週末沒課嘻嘻 我走在前面帶路 輕車走路的朝車站而去 中途經過父親以前買的單元房 車站在縣城行程邊 總是給人喧囂那感覺 來來穩穩的行程和司機討價還假 從蛙淤積的泥水裡漂浮著各色塑料袋爛菜葉 貓犬糞便 發出收湊難聞的氣味 捂住鼻子從一邊繞了過去 一路上管家跟我說了很多家裡的事 還有山村裡的一些變化 大了車站已經十點多了 天色比以前暗的許多 看是要下大雨 卻一直沒下 那就陰天了 蛤? 琴兒姐要當媽媽了 本來你滑著高來看你 又擔心家裡沒人照顧你 琴兒姐才讓我來的 那半年沒見琴兒姐了 你們進度真快 去山車的車馬上要開啊 還有沒有要上車 車開哦 我走了 你要保重哦 牛叔慢走 我可以看你說句話嗎 忍生忍忍看著他 老伯伯的臉上爬滿 爬滿了 深深細細的皺紋 老年般染成褐色的皮膚 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爬滿了是 我知道他這次燒紫祭拜親人 路邊的馬子火不見習 只是有見為之事 你是高中的學生嗎? 我的孫兒也在高中讀著書 長得和你挺像的 可惜 孩子前年不明白的死在學校裡了 這件沒個說法 他說的那一個 該不會是他們挖到的那一個吧 老伯伯的聲音哽咽 發現了眼睛裡淚光閃閃 孩子的爸媽死得著 卻沒給人家看好孩子 今天是大季日 我想給他燒一身衣服 好吧 說出了片刻 不想登錄趕路 就答應了 有些無可奈何 拒絕就好了 你管他 你想幫就幫 不想幫 難道和道德綁架你喔? 你沒有道德 就沒有被綁架的問題 謝謝 來跟我來 阿斯又把我帶到哪裡 你不覺得你被帶到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嗎? 就跟你說不要有道德喔 你看看 你看看你有道德的下場是什麼 再往東走走吧 老婆不在前 我跟在他身後 老婆看上去年紀很老 但他推腳很靈活 走路卻輕飄飄的 不一會兒又看不見他的身影 你們不 你不覺得越走越遠嗎? 而且苗兒就已經知道自己 算是很陰的人了 他還硬要 去跟別人走 就很好笑 再往東走衝過樹林就到了 就這樣毫無戒備的跟老婆婆走進樹林裡 快下雨的天本來就很暗 進入樹林後更是看不清 只能看清周圍模糊的輪廓 樹林裡的野草有的比我還高 這完全不像有人住的地方 此時讓我想起 幾年前那個變成我媽媽的女鬼 把我騙到一片墳地 想到這裡 我就害怕的不行 想要往回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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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